大家看到我拿什么 其实是羊分 今天来讲就是我们盆栽月季 冬天你要不换盆 我不打穿换盆的 盆扣大 怎么样埋入冬肥 那么埋入冬肥最好的其实是有机肥 有机肥它可以改变我们的土壤环境 改变它的生态 它里面的微生物非常多 但是有机肥 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 你选择的有机肥 必须是充分发酵好的 千万不要用没有发酵的 或者是不知道它是否发酵好的肥料 这样很容易掃描 有机肥使用也比较简单 就是我们首先先把这个花盆表面的土 去掉了一厘米放在边上 然后把肥均匀的撒在上面 撒多少呢 撒一厘米后均匀的撒一层 再把那个土挖出来土再盖在上面 这样随着我们每次浇水下雨 有机肥里面的微生物跟营养物质 就会均匀的渗透到我们的整个花盆里面 这样植株吸收利用起来会更高效 由于我们不换盆 我们也不好去更深入的往里去埋 埋入里面的话很容易造成伤根 就得不偿吃了 也不建议大家把花耗水放在底下 这样的话会随着浇水下雨全部流失掉了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有用记得点关注 我是天狼 我们下期再见